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白云路 在这棵老荣树后面 黄色那栋楼 就是白云楼 建于1924年 它原先是 油谷的宿舍楼 大文豪 鲁迅在1927年的3月 到9月半年的时间 就住在这里 是白云路7号 二楼 它租了个单位 在这里居住 由中山大学的中楼 搬过来的 它当时受聘于中山大学 去讲学 我现在镜头对着这个位置 就是白云路7号 二楼 就是 老顺居住的 房间 我现在走过马路 走近一点 去看一下这栋大楼 顺便去老顺租住房间的楼下去看一下 这栋是一个水泥钢筋结构的建筑 是西式风格的 是西式风格的 我们现在走到大容树的方向 就是老顺租的单位的楼下 去看看 就是老顺租的单位的楼下 就是老顺租的单位的楼下 就是这里了 白云路7号 在这里木门上去的 二楼 我推了一下这个木门是 是山实了的 是打不开 所以我就上不了 在这里 就是市政府钉了一个牌 列明 这里是文物保护单位 老顺的故居 老顺租在这里租了一个一厅三房的套间 他和他老友许秀常 就各住一间房 他的老女儿 许广平和女公住在一间房间 老顺的房间是正对马路 就是对住白云路 走廊对住东豪冲 白云路 长 93米 闊 27米 老顺在这个房间里 在广州居住的时间里 这半年的时间 就编定了 烧花色拾 和野草 写了 略谈香港 和可护罪 这两篇文章 我刚才走进去 打量了 这一栋大楼 根据我的观察 这栋大楼大多数的居民 已经搬离了 但仍然还有少量的居民 仍然在这里居住 毕竟大家可以看到 这栋楼的设施 已经很残破了 那些阳台的铁製的护栏 外墙 外墙也很久没有去粉刷 但结构是很稳固 很完整 这个大楼的 这个大楼 也是很 比较我的感觉 是一种很端庄 很稳重的感觉 是一个很美的古建筑 我们仔细打量一下这间屋 在一些土间的外墙 还有一些冷气机 显示到是有人居住 但窗口基本上都是关闭的 好,我们现在走过去 走过去这种大楼的后边 去看一下 我们走回刚才那个大熔树的方向 然后在那里兜过去后边 前面就是 冬豪葱 冬豪葱 经过政府的整治之后 水质是干净了很多 这栋大楼的阔是27米 走过去 有冷气机显示 这个单位还是有人居住的 但我相信有很多居民已经搬离了 毕竟居住环境不好 你知道这些旧式的楼宇 如果你是没有去 时尚去收集的话 居住环境是不理想的 这里就是楼宇背面 楼宇背面 楼宇背面是没有90加3米那么长 只有70多米 这是因为地势的原因 OK,我们走出去 然后就用这个角度再看一下 白云楼 咦,这边的场面也挺新的 好,我们参观完白云楼之后 就一起沿着白云楼去逛一逛 白云楼在这段路段 对面马路有些水墓工程 所以就挖了路 说明白云楼是以前的 港九火车站的所在地 亦是以前 港九最早的火车站 大膝头火车站的所在地 白云楼一定是和火车站有很密切的联系 对了,在以前 如果我没有记错 在右手边对面马路 即是红色的围栏 那边的楼宇 在当年的楼宇是 收卖火车票的 当然 现在是 拆了 重新建了新楼 但位置是在那边 收卖火车票的 现在要是就在这边东方向 就在这边那个位置 就是这边的红色的楼宇 OK 对面就是 就是 Marina 就是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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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的楼宇 下面的那屶楼宇 以前是在那边 要是购火车票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如果我还记错的话 楼宇是重新建的 对面 刚才对面 是东华南 右手边去东华南 东华南的方向,东华南就是以前的火车路 这里以前是广州站的总站 左边这条马路就是广九大马路 广九大马路再过一些就是越秀南 广九大马路是一条比较短的马路 我现在过马路一直向前走 继续走去白云路 向东村路的方向走 前面也是有一些水墓工程然后去挖路 用一些红色的围板围住它 我现在讲一下白云路先 白云路应该是根据网上所说是1925年建成的 火车站根据网上资料是1911年建成的 白云路的阔度是很阔的 有45米 有些人说是50米的阔度 是一个广色的马路 中间有一条绿化带 中间的绿化带就充满了一些大荣树 所以现在 那些大荣树的话 至少是一百几十年的树林 这里是一个公交车总站 我们走过中交车总站之后 再去看白云路对面 可以这么说它是双向绿车道的 你要想一下在1925年那个年代 可以做到一条马路是双向绿车道的时候 是很夸张的 我觉得应该是因应火车站的原因 所以才建起这么阔的马路 在当时时 应该是这么说 在1949年解放之前 这条马路也是广州市最广的马路 左手边的烧腊铺 我现在的时间是中午时分 有很多附近上班的市民 就是来到这条烧腊铺买快餐吃 这条巷进去 左手这条巷进去 应该是宿南大街 宿南大街 宿南大街的那里 就是白云街道的办事柱 一直向前走 我们现在看到对面马路了 就是中间那里的鹿发带 就是种了一些熔树 这些熔树的话 真的是一百几十年树龄 这里就是竹南正街 这条马路两边的单位 全部都是铁路单位 铁路集团公司 相关的附属单位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 这里以前是 白云路一个旧的火车站 很多铁路单位都是 在这条马路 它应该是 是广州火车站的前身 想想一下 它在民国时期的时候 就已经是 有这个 有这个火车站 它当时时 它这条铁路是 连接香港九龙的 后期的话 就开通了越汉 就是 广州到武汉那条线 北上那条线 从这个位置看到 这条马路是多阔 可以这么说 是 就是 东风路那么阔 你想想 1925年 是一条 好像东风路那么阔的马路 但是它又不是 市区的主干道 那是多夸张 白云路的长度 大概应该是 网上说是 六百多米 六百多米 的长度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相似 但是我觉得好像不相似 很多人在这儿 在这儿买个快餐 果福 前面有一间茶餐厅 我以前吃过 是挺划算的 叫做白有茶餐厅 因为这家贽 而且价格功道 價格很公道 份量很足 它这里的牛角包 是 大 比拳头 極力推薦這間茶餐廳 繼續向前走 差不多到盡頭 前面將近到東村路 就是這間工商人行樓 排便下邊的茶餐廳 白有茶餐廳 在東村路和白雲路交界 專門執了一塊空地 樹立了魯迅的頭像 建了一個魯迅的紀念園 紀念魯迅這位大文豪 在廣州曾經留下他的足跡 就是這裏 走過去 以前沒有的 自從開通了東華南這條馬路之後 在這個連接東村路的方向 左邊東村路的方向 我看到這塊空地 是建起了這個魯迅紀念園 空地也算挺大的 然後 這棵融樹挺有趣的 黏在石上的根 然後把魯迅的字具 雕刻在這棵牆裡 我們用鏡頭看看 這個紀念園的面積不小 等一下我們走過去那邊 它有個簡介 這個紀念園 原來在2001年 就是建成了 它是 做一些簡介 我們現在走過去 然後把鏡頭 靠近那些簡介 給大家看看 我就不回覆了 今天我就介紹到這裏 我們下一期再見 多謝大家的收看 關注下我的頻道 支持下我的頻道 拜拜 我們下一期再見